人要过好这一生期就三种能力 爱自己的能力 爱自己的能力里面包括 爱惜自己的身体 尊重自己的感受 正确面对自己的情绪 不让情绪压抑自己 让自己变成一个伤人伤己的人 然后不让自己整天胡思乱想 有让自己的念头停下来的能力 尊重自己的需求 敏锐地洞察自己的需要 是什么 在不伤人不伤己 甚至还利人利己的情况下 去满足它 第二种能力就是 生存的能力 一门技能技巧 让自己可以 优雅地活在这个社会 让自己在物质上不匮乏 甚至是丰盛 第三个就是 基本的生活技能技巧 煮饭 炒菜 洗碗 洗衣服 除草 养花 就让自己生活的基本的一些技能技巧 我女儿小时候和儿子 我们都会鼓励他们进厨房 至于做的好不好吃 那个是熟能生巧的呀 所以他去了美国以后 他现在在宿舍里边 他每个礼拜都要煮两顿饭吃 天天吃汉堡他也有点受不了啊 我们在夏令营里边 鼓励孩子学会生活啊 虽然现在时候看起来不用生活 但万一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 你需要生活的时候 你没有生活的能力 那不是很惨吗 所以生活的基本技能技巧的培养 很重要 当一个人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以后 你觉得他会不爱社会吗 不爱他人吗 不爱环境吗 那些东西都是在这个核心的能力之下 延伸出来的东西 谢谢大家